解放軍圍台軍演的第三天 其實在台灣各地還是持續的在警戒當中 可以看到在高雄左營軍港 包含這個拉法葉級的戰艦 以及旁邊的這個緊張機的巡邏艦 也都持續的停在碼頭上 持續的整備當中 在船上的雷達跟對空雷達平面雷達 也是全面開啟的狀態 隨時可以備戰 而在海面上可以看到軍方人員的小艇 來來回回的巡邏 而在恆春機場早上也是持續的 進行這個演訓的作業 畫面中可以看到升空的是這個瑞淵無人機 在空中進行這個徵搜的作業 而在一旁一整排的阿帕器直升機 也是停著整備當中 都沒有離開恆春機場 而現在網路上也傳出了一組照片 是在高雄港的西南方的海域上 可以看到疑似是中國的長春艦 以及我軍的成功擊巡防艦 正在海面上有這個對峙的護航的感覺 而網傳這組照片疑似也是中國的網友 先流出來之後再被台灣的網友轉發 對此國防部表示不針對個案進行評論 也是在持續的警戒當中